新美市中和区民男子推着娃娃车 带小孩上街散步 刚好遇到了环保局消毒车经过 进行例行性的消毒 那么男子被消毒水喷洒之后 气得拦车理论还动手推环保人员 更怒呛不要被我遇到 好在路人见状及时拦阻 没有爆发更大的冲突 新美市环保局表示 这个消毒水对人体是无害的 不允许暴力行为将依法究责 消毒车对着街道四处喷洒 加强清销 刚好一个没注意 不小心喷到一旁推着娃娃车 正在讲电话的男子 下一秒他气到立刻冲上去拦车 爆发冲突 不但拦车还一把抢下车上的绿色水桶 接着对着车上环保人员破口大骂 车上驾驶赶紧下来劝 没想到灰衣男子火越来越大 甚至动手推人 如果民众及时上前拦阻 冲突才没有扩大 买完东西我听到有吵架的声音 我就出来 然后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没有特别注意 我当下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冷静就好 事情发生在15号新北市中和区 11点左右 当时灰衣男子推着娃娃车出门 遇到正在进行 例行轻销的环保局车辆经过 结果消毒水一个不注意 不小心喷到灰衣男子 当场怒呛 小心别被我遇到 药剂是参照行政院环保署的消毒指引 规定的四级安 对人体并没有危害 但是我们也不允许有暴力攻击的情况发生 那若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还是会依法就责 疫情持续延烧 环境清销免不了 虽然现在要追究疏失 但动手就是不对 新北市环保局也强调 将会要求消毒人员多加注意 接下来我们的杨文豪 新北市参与报道